Hey yo Swimmy Bro 這個月初我很榮幸受到彭佳慧、佳慧姐的邀請 出席了她首張全客語創作專輯 我在客廳做的夢的聽歌會 佳慧姐真的是人緣超好 現場真的是眾星雲集 像台語歌后曹雅文也來了 像這張照片由左到右分別是前客家電視台的台長李如林先生 還有第30屆的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獎的得主 吉拿罐子的主唱楊淑玉 然後最右邊是金鐘獎的事後吳亦榮 還有客語歌王黃蓮玉、正宜、丁曉雯、阿慶等等 非常多台前幕後的音樂人都有出席 因為現場彭佳慧和共同製作人羅文玉 有跟我們逐一分享專輯裡每首歌的小故事 那我就想說不如來拍一支影片 把這些歌曲背後不為人知的小秘密也分享給你們聽 可以讓你們更了解這一張客語專輯誕生的過程 那這張專輯總共有10首歌 但嚴格來說應該是8加2首啦 最後一首詩的第一行是之前查經電視劇的插曲 那第4首的Lofi Chill版算是一個重新編曲的版本 那第5首客家不平版只有一分多鐘 然後它算是比較過場性質的 彭佳慧的一個人生錄音 好,那在開始聊這張專輯之前呢 我想先讓大家聽一下這張專輯10首歌的短板串燒 先讓大家可以很Chill的進到 彭佳慧的客廳裡面坐坐 最後一集 我唱你一個電視劇而轉的 接着眼睛 裏俗喊 感情的眼睛也 卷下其叫特殊 他疼你的迷信 眼睛都不可以撒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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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目前聽下來你們應該有發現 彭佳會從上張國語專輯太難唱了開始 就已經有很明顯的在修煉他以前習慣的那一種 大砲型 炫技式的唱法 因為說實話 現在還有誰不知道彭佳會很會唱歌嗎? 還有誰不知道他是彭佳廢嗎? 就是鐵廢的廢 所以如果連做客語專輯都要標高音的話 那其實在國語專輯標高音 一定會比在客語專輯標高音 來的CP值更高 來的更遲響 因為至少大家還聽得懂嘛 所以這張專輯我在客廳做的夢的定位很明確 他就是要走一個很chill 而lo-fi的一個風格 那其實也很精準的呼應了這張專輯的主題 客廳 就是要走一個臥室音樂 sofa music 的氛圍 那提到了客廳呢 我第一首要跟大家聊的歌呢 不是我在客廳做的夢 而是第七首 三更半夜睡不著 那這首歌呢是製作人羅文玉的詞曲創作 也是這張專輯誕生的起點 怎麼說呢 你們應該聽得出來齁 這首歌就是走一個 有點三拍爵士的那種 法國相送的風格 那最初也是因為有了這首歌 才決定了這張專輯的定位 所以要走這一種有點chill chill的路線 而且彭家蕙本人呢 超級喜歡這首歌的歌詞 但是呢 這首歌的歌名其實本來叫做客廳 不是三更半夜睡不著 是因為後來呢 彭家蕙自己也寫了一首歌叫 我在客廳做的夢 然後他們才發現 哎呀 撞客廳了 所以才把這首歌的歌名呢 改成他的第一句歌詞 就是三更半夜睡不著 那這張專輯裡面有很多首歌的鋼琴呢 都是出自於很有名的爵士鋼琴家 許玉英之首 那這首歌的編曲呢 也請到了今年熱騰騰的新科 金曲獎最佳編曲人的得主 黃少庸老師來操刀製作 那回到這張專輯的同名歌 我在客廳做的夢呢 是彭家蕙自己譜曲的作品 那這首歌誕生的過程也很有趣喔 他是彭家蕙在今年母親節的時候呢 確診了 然後他在居家隔離的那14天之內呢 寫出來的歌 那因為就是不能外出嘛 被迫困在家裡 所以只好每天胡思亂想 那也就激發了他這首歌的創作靈感 那這首歌最屌的是什麼呢 彭家蕙是one take唱完的喔 也就是他是從頭到尾 一氣呵成錄完喔 不是一句一句錄 也沒有經過任何後期剪接 然後當初彭家蕙就是進錄音室 然後一口氣呢 就錄了三遍的one take 那羅文鈺呢 最後呢 就從這三遍one take裡面 選了其中一版的take 就這樣 down 原汁原味 所以在這首歌裡面呢 你會聽到彭家蕙非常鬆的聲音表情 然後還有一些像 說夢話的那種呢喵喃的謎之音呢 也都原汁原味的 保留在這個成品裡面 哇連歌詞都直接把sand river寫進去了 表示他們真的是把這張專輯 當作法語專輯在做 那這首玫瑰花香呢 是專輯發行之後 首推的單曲 那也是彭家蕙自己的創作 那這首歌最特別是什麼呢 羅文鈺啊 他特別請到了一位 他本人很欣賞的 新銳音樂人 賀的Crim 然後來操刀擔任製作人 那玫瑰花香的這個 法式相送的風格 和賀本人原本自己的音樂風格 是差的十萬八千里的 他自己的音樂比較多是R&B 或比較電子的東西 那像這樣子的風格 玫瑰花香這種風格呢 他也是喜歡的 但是從來沒有做過 所以對他而言呢 也是一個很新鮮的挑戰 但是呢真的Holy Godzai 他遇到的歌手是彭家蕙 他自己都說 家蕙姐根本就是Vocal教課書啊 那像這首歌裡面 有很多的半音 其實並不好唱 但是彭家蕙呢 對自己非常嚴格 本來他們預計進錄音室 只要唱兩個小時 就要錄完這首歌 結果最後呢 他們積慘了六小時 才把這首歌搞定 那這首歌呢 最後他們也錄了很多聲部的和聲 因為他們希望這首歌的和聲呢 能聽起來 有像那種迪士尼公主一樣的 浪漫夢幻的感覺 再來這首歌呢 也是彭家蕙自己譜取的歌 那他的歌詞呢 請到剛剛有提到的吳奕榮呢 來填詞 那為什麼會想到找吳奕榮呢 因為雖然吳奕榮的專長 並不是在音樂這一塊 但是他在廣播啊 電視啊 電影啊 劇場啊 他的表現都非常優秀 那甚至還有出過書 所以他的文學抵禦呢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呢 非常巧合的是 吳奕榮和彭家蕙他們竟然是同鄉喔 他們都是屏東縣零落鄉六堆的客家人 哇 這個真的是上輩子就注定好的緣分了 那這首歌寫的是 客家女人的那種應景精神 那有趣的是呢 吳奕榮寫好歌詞之後呢 他有自己親自錄了一段 朗讀歌詞的口白寄給彭家蕙 讓他練發音 因為客語的腔調其實有很多種嘛 什麼 海陸腔啊 四線腔啊 等等之類的 那羅文玉在編曲的最後關頭呢 突然靈機一動 欸 把吳奕榮的錄的這段口白呢 放到歌曲的尾巴 欸 竟然毫無違和欸 而且剛好也讓這一首 旋律本身層次比較不那麼明顯的歌呢 也變得聽起來更豐富了 從門大開 你頭皮都滿山啊 欸 接下來呢 我想要先推薦這首歌 一個人的Party 然後它是羅文玉老師的詞曲創作 那你們剛剛應該有聽得出來 它是國客語交錯的歌 其實嚴格來說啦 它應該是國客英語交錯的歌 因為副歌呢 還有英文的部分 那這首歌他們當初設定的目標呢 就是要讓彭家惠成為 台灣版的Amy Winehouse 所以這首歌我覺得在專輯的後半場呢 欸 會讓人有一種耳朵一亮的感覺 這個旋律非常的棒 那它的編曲跟製作呢 也找到了黃少庸老師來操刀 那我相信 小庸老師在這首歌裡 應該也是玩得非常過癮的 那他的下一首 我要把你嚇死喔 跟詩的第一行呢 你們應該都已經有聽過了 也都很熟悉了 那我就不再多做介紹了 那等等回來呢 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個人在專輯裡面 最喜歡的一首歌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出來 剛剛這個聲音 不是彭家惠的歌聲喔 他是彭家惠的妹妹 彭家妮 他特地找了妹妹 一起來合唱這首歌 那為什麼會想到要找家人呢 因為這首歸來寫的就是 他的家鄉屏東凌落 所以歌詞裡面有寫到 凌落的傍晚就像一幅畫 那原本彭家惠的DEMO 只是很簡單的鋼琴 那後來交到了這個編曲人 蔡又良的首相呢 被編成了一首非常適合那種 全場大合唱的復古Nakashi 所以呢製作人羅文鈺呢 還特地帶著錄音師呢 下去凌落 然後召集了40多位的村民呢 一起來錄這首歌的和聲 我覺得這就是一首非常台灣味的歌 而且敢在2022年 做一首Nakashi的歌 絕對是有多喝了幾杯 才敢做這麼瘋狂的事情吧 那我想說的是呢 其實既然要做客語專輯呢 就不要做一張只是 換成用客語來演唱的國語專輯 那就會變成換湯不換藥 或者呢他只是在賣弄語言啊 賣弄種族啊 可能反而還會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但是彭家惠呢 他把主軸就扣緊在客家女人心 還有凌落家鄉味 這兩條故事線呢 去發展出這十首歌 那先不管歌迷的接受程度到哪裡啦 我覺得至少這一個專輯的設定脈絡呢 是非常合情合理 而且呢也很有說服力的 OK那這應該算是我第一次做這一種 比較簡單啊輕鬆的導聽型影片 那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如果你們覺得還不錯的話 拜託一定要留言讓我知道喔 或許之後啊 我還可以再多做一些這一種 針對單張專輯的深入介紹 那如果你們還喜歡我所製作的內容呢 除了超級感謝按鈕之外呢 也可以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成為米粉喔 那成為米粉之後啊 你會獲得YouTube提供的忠實會員徽章 還有四款吉米哥專屬的表情符號 可以在留言的時候使用喔 那歡迎點擊訂閱旁邊的加入按鈕 去看更多會員專屬優惠喔 那最後呢也別忘了要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別忘了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手的芯片通知喔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 請訂閱 按鈕 訂閱 按鈕 彈